这下子给公司省不少钱啊 找到问题了 这是超声波流量剂啊 2000块买的 你看这个盒子多高的 咱们简单看一下 然后再看一下怎么测量 箱子打开之后 这是主机 说明书 这边是充电器 这边是数据线啊 这是两这两根连接线呢 是连接这两个探头的 这两个探头可以分开 然后这边是偶合剂 偶合剂测量时 我要用偶合剂涂抹到这上 就做比超一样 超声波嘛 需要偶合剂 然后这边是拉紧器 这个铁链呢 就是固定这个探头的 它这个功能比较多 你看这些都是可调的参数 很多 但是对我们普通 就是监测一个流量的话 就不需要太多的设置啊 咱们看一下 打开 看一下这个键盘 菜单键 这是上下 这是确认 这是数字键 这是开关 现在已经是开状态了 咱们需要设置 就是按菜单 11 你看这个 输入你测量管道的直径 是多少 像我今天测量是90毫米的 PE管 这项设置完 按下面 12 这个管道这个B的厚度 这个要输入 内径 这个你输入厚度之后 它内径自动都出来了 不用输入 然后输入材质 这个PE管的话 就选择PVC就行了 它有好几种 比如说咱看牙 你看 铝 石棉 玻璃缸 其他管道 碳缸 不锈缸 铸铁 咱选这个 选完之后 按这个确认 然后下一项 M16 选择这个管道里边 有没有蹭底 这个 然后选择这个流体 这是水 选择这个传感器类型 这个是默认的M2 这就行了 然后再看 传感器安装方法 微法安装 自动告诉你 安装距离是多少 你就按这个距离 安装就行了 这也特别提醒有 这个管道远离 蹦出口 半开阀门时 直管段要求 上游 10地 10地的意思 人家给你解说个 就是10倍的外观 管径 意思说你不能离这个 蹦出口 或者是半开阀门 这太近 要有这个余量 10地 下游就是5地 上下游的传感器呢 你看这是上游 这是下游 有不同颜色 你就按这个颜色插进去就行了 上下游 别接锁 就可以了 那个距离就是指两个传感器之间的距离 咱们现场看 先测这个5号景 这上都有标号 先把这个PE管这块插干净 然后带有卡尺啊 直接卡下这个壁后是多少 这样更精确一些 上下游传感器连接上去 然后表面涂抹这个偶合剂 然后把两个传感器固定 两个之间的距离是43毫米 然后看一下这个7.5立方 这个太少了吧 我们是第一次测量 怀疑这个是不是 参数没设置对啊 检查一下没问题啊 然后再换一口景 对比一下 这是三号景 同样的管景 参数啥都没变 咱们看一下 测出来多少 43立方 这个泵 师傅说标称是60方才对啊 不过就算有误差 刚才的7点多立方肯定是不对啊 这是七号景 七号景测量也不对啊 看一下它这个流量 然后6点多 7 看这是12号景 然后这个是这几台里边 流量最高的 你看 52 52立方 这是 15号 15号 来看一下 这水量 46 这是9号 这是铁管 然后呢 需要把这个油漆啥的打磨一下 不然的话测量不准 不过由于位置的关系啊 你看只能在弯头这一块了 测量虽然不准 但是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看一下测量结果 27立方 这是10号 10号你看这数据22.4 这是1号 开锁罚门了 水从这冒出来了 看一下测试结果 1号 34.3 统计了一下啊 12号是最理想的 52立方 先不管这个流量计准还是不准 同样个流量计 同样的测量方法 同样的水泵 都是22千瓦的 你看这个5号和新号 这肯定是有问题的 这些泵都是供暖设备上用的 24小时再转 你想想 两个泵就是44千瓦 一天里多少电 两天时间就买一个流量计的钱了 所以说该买的一些仪器啊 必须得买 一连找出问题 是不是会公司省钱了 这个流量计是公司买的 不是我自己买的 这个网上有的是啊 我们买的是两千块钱 大家买的话 可以到网上自己搜啊 我这不卖这玩意 咱们下期见 拜拜